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对于一封邮件 在这边我们对于一封邮件 邮件的发送的应用场景 邮件的发送的一个应用场景在那里 因为我们首先学个东西 我们必须得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它 对不对 我们学它有什么作用 是吧 好 那么举个例子 大家同学们 我们在登录的时候 同学们有没有遇到过账号可以通过邮箱的形式进行登录的 有吗 有没有 同学们有没有 有吧 可以骂人对吧 登录的时候我们会去遇到 除了登录以外还有包括什么呢 大家注册的时候有没有去遇到过 通过邮箱账号 通过邮箱验证码 有没有 在注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 这也是属于我们邮件发送的一个应用场景在真实的一个开发过程当中 能不能明白 能不能明白 好 那么除了注册登录以外 还有包括什么 同学们 咱们自己 你比如说对于某些账号在用户个人中心的时候啊 用户个人中心的时候 个人中心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通过我们的一个邮箱啊 把验证码的一种形式去提起一个找回密码 对不对啊 更新数据是吧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啊 邮件的一个发送 它的一个应用场景 有没有吗 包括验证码的一个发送啊 它有些呢 平台 它是可以直接啊发送到我们的邮件当中 然后在邮件当中去接收到我们的一个验证码 好 OK啊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应用场景 那么老师跟大家讲 今天老师这边所讲到这样的一个项目案例的话 这个案例啊 虽然代码量是比较少对吧 因为是老师我通过一个老师我之前的一个学员 他所做的一个兼职外包 说了一个什么兼职外包呢 就是说他的话接到一个站的一个兼职外包 自动啊 自动获取表格内的 自动获取表格内的邮箱账号 然后自动进行一个邮件的发送啊 自动进行一个邮件的发送 对吧 比如说你们自己是不是有去经常有接收到很多的一些垃圾邮件 有没有接受过垃圾邮件的 或者是说垃圾短信的 应该有吧 对不对 那么你觉得这个平台 它是特意给你一个人发送的吗 当然并不是 它是怎么发送的 它是循环的进行发送 发送给到它这个平台的每一个账户 能不能理解啊 发送给到它每个账户 比如说这个让老师我这边想到啊 之前的话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 一个拍整爬虫程序员 爬去某啊 爬去某这个房地产的啊 用户数据 户用户数据啊 系统当中的一个后台用户数据 把这个用户数据呢 比如说用户的一个名称 用户的家庭地址 联系方式 卖给他的这个啊 卖给这个公司 他的一些同行的啊 竞争关系的这个这个啊 其他的一些房地产啊 这个数据的话 相对来讲是非常直线的 因为是啊 这个公司的一个用户数据 对不对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早在几年前的时候啊 在网上有出现过 好 那么对于这个兼职外包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 他当时去做的话 老师我现在目前的一个代码量 咱们是大概在20行左右 咱们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他当时呢 就是说能够自动化的去获取到这个表格里面的 邮箱账号 因为对于一个表格里面来讲 他有啊 上万的邮箱账号 他能够自动的去获取 并且进行一个邮件的发送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 这个兼职外包的佣金是多少 整个代码量啊 不超过100行啊 不超过100行代码 在100行之内 大家可以猜想一下 这个兼职外包的佣金是多少啊 这个同学 他当时跟着老师我这边学习 整个的话是学了啊 两个多月 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啊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今天刚刚有看到 对吧 老师我这边所写到的一个代码部分 整个代码部分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个啊 是一个面向过程 一种方式去写的 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一个基础部分内容 对不对啊 用到的都是咱们整个基础部分内容 那这个兼职外包的佣金的话 大家可以猜 公平当中给老师猜一下啊 我看一看 哎 同学们你们认为这个兼职外包的佣金 应该是多少 我看一下啊 五万对吧 啊 有同学讲五万 还有吗 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一百行代码不到 咱们能拿五万块钱的话 四千对吧 啊 没有这么啊 没有这么夸张 老师跟大家讲 这个他当时这个同学 他做了多久 啊 他在做的时候啊 因为也是因为不熟悉 然后各种百度 然后有什么不懂的 也来咨询一下啊 问老师我 他整个兼职外包 这个啊 800块钱 800块钱啊 啊 800块钱 啊 没有这么夸张好了啊 一万四万五万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对于我们整个啊 自动化加爬虫 那么明白 自动化加爬虫 好 那么我看一下课程当中啊 对于我们整个在这一块的一个学习 到底我们应该有怎么去学呢 其实我们学拍手的话非常简单啊 其实我们学拍手非常简单 我们经常会有听说到对拍手啊 非常简单 对不对 但是很多人为什么学不好呢 比如说一些大学生 他们可能说学了一年啊 学了两年 甚至在学校里面三四年的时间 他都没有把这个拍手给去学好 为什么 具体原因在哪里啊 老师跟大家讲啊 因为具体原因是我们大学所学的 不是企业所需求的 能不能理解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他真正看中的是什么呢 来同学回答一下 对于企业来讲 他真正看中的是什么 有没有同学知道的 老师我这边来带同学看一下啊 有没有去了解过的啊 有没有同学吧 咱们去了解过我们拍手整个方向的 市场行情的 实践对不对啊 那么这个实践到底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来搜索一个拍手的爬虫开发 我把这个地址的话是在深圳啊 他具体看中的是什么呢 基本啊 基本在这里的话 他所我们普遍的一个薪资都能达到15k左右 是不是啊 那基本上13星14星 14是什么意思啊 一年咱们拿14个月的工资啊 明白吗 好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他最看重的是我们个人的一个项目经验啊 个人的一个项目经验 来明白个人的一个项目经验 也是说这个项目经验啊 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自己个人所做的一些什么案例 现在学校里面我们学的是什么 哎 我们学的是什么图书管理项目 对不对啊 啊 什么学生管理项目 这个而且是我们学完之后 学了一年两年 最终去做的一个项目 哎 他告诉我们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先开始做项目了 做什么项目 图书管理啊 医疗管理啊 学生管理系统 对不对 做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老师跟大家讲 这个所指的一个项目经验的话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我们的一个上限啊 上限项目啊 能明白啊 企业 企业级上限项目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叫做啊 兼职外包项目 能明白啊 兼职外包项目 好 这个才是大学啊 这个才是对于企业来讲 他最看重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对于我们没有经验的人来讲 没有项目经验的人来讲 那么比如说我们啊 这个去面试的话 他是很难通过这个面试的筛选啊 甚至都很难啊 接受到这个面试的一个机会 好 那么这是对于企业的一个啊 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学呢 很多人都听说到我们拍 学拍成简单 对吧 包括我们目前的少女编程 那么老师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没学好啊 对吧 学到后面呢 学了几年 这些大学生发现什么 哎 发现我连一个项目都做不出来 哎 我发现这个 哎 我好像这个我也爬虫会一点 哎 网站开发会会一点啊 数据分析会一点啊 基础数据库 什么什么都会一点 什么都听说过 哎 什么都要学过 但是我们一个项目都做不出来 在老师 我个人看来啊 大家都是零基础 能不能忙 在老师 我的眼里看来 这些人都是零基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们学的啊 不够深入 不够啊 学的不够深入 学的不够完整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学呢 其实这个学习Python啊 很多人 比如说我们喜欢爬虫的 我们怎么学 我们就去研究爬虫的一些案例 首先呢 我们在网上各种渠道 首先把这个Python环境给它安装好 安装好的这个Python环境之后 干什么 哎 我们就去研究这些案例 喜欢爬虫的 我们就去研究爬虫的案例 喜欢这种话的 我们就去研究这种话的案例 喜欢网站开发的 我们就去研究网站开发的案例 那么同学们 我们会发现一个点 哎 我们所找的一些案例 这个老师所讲到的 或者说我们在网上所看到的这些资料 哎 这个不懂 那个不懂 对不对啊 整个案例项目下来的话 我们什么都不懂 就算有人跟我们去讲 我们把这个案例给它去看懂了之后呢 那你自己个人去做一个类似的项目 你做不出来 是不是啊 其实啊 学Python的话 其实很多人这个时候的话 就会引发出很多各种 关的一些问题了 哎 就会去想 是不是我基础不好啊 哎 不能学习 哎 是不是我的这个英语不好 不能学习 或者说是不是我自己个人的这个数学不好 不能学习 那么一大堆的问题就来了 对不对啊 那么老师首先跟同学们啊 我们首先老师给大家吃一个赞的一个定型网 对于我们课堂当中的每一个同学 咱们都能够把Python给去学好 那边吗 对于我们课堂当中每个同学 我们都能给学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一下 对于现少尔编程 我们十几岁小学十几岁左右吧 他们都能学好 难道我们不能学吗 哎 如果说他们不会 如果说他们不能不能学好 真正有很大的一个难度性 那么会去啊 通过这些小学生啊 会去学到这个Python吗 不会啊 对不对啊 包括我们现在啊 对于国家对于Python编程员的一个重视程度 我们二级的一个考试 对不对 在大学里面啊 都包括我们的一个Python编程语言 那么对于未来几十年的一个方向啊 发展 对于同学们来讲 我们现在目前所接触到这个Python编程 算是比较早的啊 就跟我们十几年前啊 去接触到这个加瓦编程是一样的 但是在加瓦的话 我们一八年啊 之前这个加瓦的行 加瓦的一个市场行情呢 需求量就不断的减少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啊 可能说包括老师 我之前在17年来长沙的时候 当时老师 我17年来长沙的时候 整个长沙对于Python的公司的话 咱们用手可以数得过来啊 在老师我的印象当中 但是对于现在来讲 或者说对于两年前19年来讲 老师我这边了解到 对于长沙啊 他不管说爬虫开发 网站开发 数据分析人工计人 各个方向啊 对于Python的一个公司 互联网公司啊 都有了很多很多 哎长沙是一个新一线城市吗 对不对啊 好OK啊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学啊 其实跟我们小时候 学语文是一样的 哎 比如说写作文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啊 哎 写作文的一个过程 我们是怎么去学的 我们首先是不是 从认字开始做学习啊 对吧 学认字 是吗 sì 初